这是韩国近五年来评分最高的一部商业电影 某半评分高达8.8分 影片根据韩国双十二政变真实事件改变 上映后连续五周蝉联韩国票房榜冠军 在韩观影人次更是在一个月内就突破1300万人 直接跻身韩国影史前10名行列 话不多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本年度必看佳作 故事开始于1979年10月 韩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1026事件 执政长达18年之久的朴总统不幸遇刺身亡 这令韩国政局顿时陷入到大动荡之中 国务总理崔韩归临危受命 组建临时政府行使待总统之权 为了稳定局势 全国所有城市一律实施戒严措施 由陆军参谋总长郑祥号出任戒严司令官 成为韩国军中实质上的最高权利者 按照戒严法规定 时任保安司令官全斗光作为联合调查本部部长 负责全面彻查总统遇刺案件的始末 然而自从担任了调查部长之后 全斗光的政治野心变得极度膨胀 他开始借助调查之民来打击一几 凡是那些曾经与他有竞争关系的人 全部被抓进了审讯室 一时间韩国政界上下无不惩惶惩恐 政府的高官们为了表示忠心 每天早早就挤到全斗光的办公室 向他汇报工作情况 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 全斗光以同学联谊会为名 成立了一个叫一星会的组织 里面的人员和他一样 都是从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将领 随着组织成员的不断壮大 一星会很快就渗透到军部的各个领域 这也引起了戒严司令官郑总长的注意 为了警告全斗光等人的危险行径 他在军部大会上旁敲侧击 严禁所有军官拉帮结派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沉浸在权力漩涡中的全斗光却不以为意 竟然还在会后找到郑总长 向对方提议首都警备司令官的人选 如此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 让郑总长顿时就火了 而之所以郑总长对此事如此敏感 因为首都警备司令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 负责掌管首尔地区所有的警备力量 是守护韩国政治核心的最高指挥官 所以该职位必然不能落入到全斗光之手 为此郑总长找来了一个叫李泰臣的军官 希望由对方来出任警备司令官一职 李泰臣是陆军教育参谋部的次长 此人虽然为人十分古板 但责任心却极强 素来以纯粹的军人身份约束自己 从不受制于任何党派之争 可是面对郑总长的提携 李泰臣却拒绝了 虽然没有达成一致 但两人会面的消息还是不禁而走 在一次走廊意外相遇中 全斗光特意叫住了李泰臣 恭喜他即将升职 并想借机拉拢对方一把 谁知李泰臣非但不领情 还劝全斗光要注意影响 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看的 李泰臣 李泰臣 我说 我们的心里有多优优 在这一刻 我们两个人都在看待 我们的心里有多优优 如果在这个困难中 无法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会有很大的力量 但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人的初次交锋 就以这种不愉快的方式草草收场了 与此同时 郑总长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 他把李泰臣再次邀请到家中 以国家安全大局为切入点 请求对方务必要担此重任 在郑总长的吉利劝说下 李泰臣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 一周之后 在警备司令总部李泰臣正式宣誓就职 可上任后他才知道 各大警备区早已充斥了全斗光的势力 从军官到士兵 竟然有近半数人都是一心会的成员 这天陆军本部的宪兵间来到警备司令部 他们收到一份来自美国华盛顿的电报 上面写着小心全斗光将军 看来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虽然上次他被郑总长枪了一下 但毕竟对方是自己的直属领导 为了巴结郑总长 他带着满满一箱子现金来到总长办公室 称这些都是在调查过程中查获的赃款 已经全部做好了善后处理 请总长大人放心使用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郑总长听后却一脸默然 不仅没有接收这笔汇款 反而还严厉斥责他假公济私的行为 要求他尽快把这些赃款收缴博库 并且今后所有调查情况都要第一时间上报 这让全斗光顿时尴尬到了极点 愤怒的他回去后一把撕掉之前的调查报告 命令手下重新彻查郑总长的问题 不管用什么办法 务必要找出对方与刺杀总统案的关联 另一边郑总长继续在背后运作 他找到国防部长 希望对方向总统提议 下令解散联合调查本部 不能再任由全斗光的势力野蛮生长 但国防部长是个懦弱无能之人 他不想得罪全斗光合一心慧 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想搪塞过去 不料郑总长竟当众质问 他是否收了全斗光的好处 这下可戳中了国防部长的痛楚 他赶忙把郑总长拉到一边 殊不知两人的对话 已经被一心慧的人听到 很快便传到了全斗光耳中 此时第九师团的 卢太监将军也赶了过来 他是全斗光最亲密的战友 也是一心慧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而就在刚刚 他收到了被派去日本访问的调离 看来郑总长是想通过这种调离分化的方式 将一心慧的势力逐一瓦解 眼看就要成为别人案板上的鱼肉 全斗光当即决定要先下手为强 以非正常手段将郑总长彻底拉下马 当天夜里 他将一心慧所有核心成员召集到家中 向大家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方案 他决定趁调查本部没被解散前 以涉嫌刺杀总统的罪名强行逮捕郑总长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郑总长可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 如果没有总统的批准 强行逮捕他无异于是军事叛变 但全斗光对此早有准备 他说自己会在抓捕行动的同时 亲自前往青瓦台获得总统的许可 接着他和卢将军关掉屋里的灯向众人宣告 如果此事不解决掉郑总长这个隐患 那么等对方实施完行动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列入到制裁名单 与其坐等被革职清算 倒不如现在奋力一搏 经过一番激情演讲过后 众人最终同意了他的行动计划 并将时间锁定在三天后的12月12日 就这样 著名的双十二政变就此拉开了帷幕 而为了稳定首都警备司令部 全斗光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记 以自己即将要调离首尔为由 特意在行动当天安排了一次告别宴会 让属下去邀请李泰臣参加 李泰臣本想拒绝 但得知宴会上还有其他长官后 他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很快时间就来到双十二这天 以全斗光为首的一星会叛军 将第三室警备团的驻地作为指挥总部 这里拥有附近警备区最大兵力 随时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同时全斗光还将调查本部的情报处搬了过来 时时监听首尔的所有通讯信号 抓捕行动定于晚上18点30分正式开始 只要在抓捕郑总长的同时 全斗光拿到总统的批准签字 那么行动就是合法的 可就在全斗光准备出发前往青瓦台时 卢将军突然叫住了他 全斗光顿时被吓呆住了 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计划已经败了 只能硬着头皮赶往总长办公室 好在一番交流过后 发现郑总长只是为了安抚自己 希望他在调离前交接好手头上的工作 不料之却给全斗光创造了机会 他顺势借题发挥 告诉郑总长今晚会派专人去他的公馆 将刺杀案的调查情况完整地汇报一遍 如此一来 抓捕人员不仅可以大大方方地进入公馆 还能借此稳住郑总长 争取更多总统签字的时间 很快行动就正式开始了 全斗光派出四人驱车前往总长公馆 因为有提前预约 他们顺利进入公馆内部 并见到了郑总长 与此同时 保安司的士兵也抵达了公馆外 用武力方式将警卫处的人员全部拿下 另一边全斗光抵达了青瓦台 他以紧急事务为由 向崔总统汇报遇刺案的调查情况 而此时的李泰成刚刚来到饭店 当他看到全斗光没在现场 反而派个部将前来迎接时 立马黑下点 当即命远驾车离开 但恰巧此时 特战司令官孔将军也来到了这里 对方曾是提携过自己的前辈 李泰成自然不敢怠慢 只好跟着一起进入了饭店 然而抓捕行动并没有如全斗光所想的那么顺利 虽然他为郑总长的罪证准备了充足的材料 但因为对方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 按照法定程序 需要先通过国防部长的审核 然后才能由总统批准逮捕 所以无论全斗光怎么解释 崔总统始终以程序不足为由 自己涉嫌刺杀总统案 并已经被批准逮捕后 当场勃然大怒 他立刻让警卫打电话到青瓦台 要当面向总统核实此事 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叛军只好采取措施 果断射杀了屋里的警卫 枪声瞬间引来了驻扎在附近的海滨 双方随即在花园内展开激战 但最终叛军还是将郑总长强行押走 很快枪战的消息就传到了李泰成这边 他立刻赶回了警卫司令部 从受伤的警卫口中他这才知道 郑总长已经被全斗光的人强行逮捕了 此时陆军参谋本部也得到了消息 宪兵间立即打电话询问青瓦台的情况 警卫告诉他 总统正在与全斗光会面 暂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这个消息令宪兵间着实感到意外 在确定警卫处的人不是一心会成员后 他迅速向警卫处下达了命令 此番对话顿时让叛军总部紧张起来 卢将军急忙打电话到青瓦台 与叛军警卫取得了通话 命令他立刻带全将军离开那里 可当他们刚开到大门口 警卫处的士兵就将车子拉了下来 我立刻在车子拉了下来 大尉 你是谁在车子拉了下来的 知道吗 是的 知道 请拉下来 从车子拉下来 拉下来 车子拉下来 车子拉下来 麻烦移动 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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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几人就要被当场逮捕 关键时刻警卫是再次接到一通电话 原来参谋次长连夜赶到了陆军本部 作为军部的二把手 他当即取消了宪兵监的命令 让所有人原地待命 不得擅自执行逮捕行动 随后他又打电话给李太臣 无论李太臣如何解释 参谋次长坚决不敢冒险 警告他在事情未搞清楚前 不要将事态升级 而这一操作却给全斗光带来了喘息的机会 趁警卫们放松警惕之时 他让手下赶紧启动车子 强行从大门冲了出去 得知消息的李太臣顿时气炸 没想到却被参谋次长反咬了一口 当然参谋次长仅仅是因为无能 并不是一心会的成员 他立即向全体军部下达了戒严令 则令全斗光等人立刻放了郑总长 否则此事将被定性为军事叛变 眼看事情愈演愈烈 一心会的大佬们此时也坐不住 他们开始埋怨全斗光的计划太过鲁莽 没想到全斗光听后却大声笑了起来 他说既然已经这样 不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把他们所有能动员的军队全部调回首尔 包括在前线的第二第四两个空将领 以及卢将军的第九师团 此言一出众人全都傻了 前线部队可是肩负着防御北方的众人 万一此时朝鲜打进来怎么办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劝说这样不行 好在关键时刻 卢将军坚定地站在了全斗光这边 有了卢将军的支持 全斗光瞬间也有了底气 一心会的大佬们见状也不再退缩 自此开始 双十二行动彻底演变成了一场军事政变 随后全斗光将指挥权交给了卢将军 自己则带着几位大佬前往青瓦台 再次去争取总统的签子 与此同时 陆军本部的将领们正在高谈阔论 他们认为戒严令一发 全斗光那边就只能等着束手就擒 有人还向参谋次长提议 应该主动去找全斗光谈判 尽量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一旁的宪兵间立马就听不下去了 他认为必须尽快派兵出击 否则局面将无法控制 然而这些将领们迂腐无能 根本没人听信他的意见 很快距离首尔最近的第二空将 就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城外 得知消息的陆军本部顿时乱成了一锅中 将领们这才意识到宪兵间的判断是对的 另一边李泰臣也在抓紧应对这起突发情况 他联系上了第三野战军司令官 希望对方能派军过来支援 司令官得知有人发动军事叛变后 当即同意派出两个团前往首尔 但即便是有了支援 当务之急必须先阻止叛军部队进入城区才行 李泰臣查看地图后发现 只有堵住所有汉江大桥 才能阻挡对方前进的脚步 果然当第二空将旅抵达桥头时 大桥上已经被市民的车子堵得严严实实 得知情况的卢将军肺都要气炸了 他立刻让第二空将旅绕到前往信州大桥 因为只有这座大桥不在警备司令部的管辖之下 不过李泰臣对此也早就有所防范 他与负责信州大桥防务的第三十世市长取得了联系 成功说服对方派兵进行管制 绝不能让叛军的部队通过大桥 然而两人的通话全在叛军的监听之下 全斗光的秘书主动联系上三十世市长 威胁他要认清形势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士兵当炮灰 因为信州大桥上只有两个连的兵力 根本无法抵挡第二空将旅的坦克 此时全斗光已经带着叛军杀进了青瓦台 全面接管了青瓦台警卫处的房屋 随后一行人气势汹汹地进入总统办公室 试图以此来胁迫崔总统签署逮捕令 然而崔总统虽然能力有限 但他却有着坚定不屈的气节 面对全斗光等人的逼宫 他坚持要等国防部长审核后才能批准签字 但此时的国防部长正在四处寻求庇护 根本没人知道他的行踪 看来想要取得合法程序已经不太可能了 另一边 当李泰臣赶到信州大桥时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实施交通管制 原来三世市市长在权衡利弊后 最终还是选择不去插手此事 他不想让自己的士兵们白白送死 眼看第二空将旅就要畅通无阻地渡过大桥 危机关头 李泰臣独自一人站到了桥中央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叛军的去路 看到这一幕 叛军们心里也发出了 毕竟对方可是首都警备司令官 他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向前行进 就在这时 特战司令官孔将军也联系到了第二空将旅 在多个高级指挥官的不断施压下 第二空将旅只好调转车头返回驻地 危机就此得以解除 全斗光得知消息后 立刻从青瓦台赶回了叛军总部 他让第二空将旅旅长条西哲亲自出马 无论如何也要让部队再次折返回来 条旅长本想退缩 谁知全斗光竟然掏出一把手枪 无奈之下 条旅长只好驾车向朱蒂赶去 在半路上成功拦下了自己的部队 他将刚才全斗光所使用的招数 全部用在了自己的参谋长身上 果然这招十分奏效 第二空将旅再次掉头 朝着首尔的方向快速进发 同时卢将军的第九师团也开始出动 局势再一次倒向了全斗光这边 而此时李泰成的支援部队却迟迟没有出发 他这才知道 原来在一星会成员的鼓动之下 野战军的两个团全部被叫停了 眼看叛军的部队无可阻挡 李泰成只好将希望全部押在了第八空将旅身上 因为对方不仅比第二空将旅距离首尔更近 关键旅长尹基红也是个从不参与派系之争的人 经过长达近十分钟的劝说通话 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 李泰成终于打动了尹旅长 第八空将旅紧急出兵 预计将比第二空将旅提前到达首尔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再次让叛军们紧张起来 看着眼前这些老家伙胆气懦弱的模样 全斗光突然来了灵感 他主动打电话到陆军本部 向参谋次长表示自己并没有想过发动军事政变 一切的起因都是因为郑总长拒绝配合调查 所以才产生了这么多误会 他希望双方现在能撤兵和谈 不要再给国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现兵间一听这就是全斗光的缓兵之计 让参谋次长千万不要答应 可参谋次长从一开始就不想卷入内斗 他不顾现兵间的反对 同意了全斗光的提议 在全斗光的指示下 第二空降旅果然开始掉头撤离 参谋次长也立刻兑现承诺 让仅仅距离首尔两公里的第八空降旅也即刻归队 李泰成得知这个消息后真的无语了 他认为全斗光的话根本不可信 所以恳请第八空降旅一定要继续行军 但陆军本部作为军中的最高指挥机构 尹旅长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 而结果果然如李泰成和宪兵间所料 第二空降旅根本没有真正撤离 他们派出一队人马偷偷潜伏在河岸 随后快速掌控了信州大桥的控制权 此时消失已久的国防部长终于出现 原来他之前一直躲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得知危机已经解除后 这才装模作样地赶到了陆军本部 本以为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没想到屁股还没捂热 众人顿时就慌了神 一个个全都准备逃跑 唯有宪兵间一人坚持要拼死抵抗 然而他的豪言壮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这群老家伙们正如全斗光所料 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酒囊饭带 遇到事情跑得比谁都快 随着第二空降旅的长驱直入 其他叛军部队也逐一抵达首尔 第四空降旅包围了特战司令部 孔将军誓死不愿投降 双方在楼内激烈交互 最终特战司令部还是被叛军拿下 孔将军身负重伤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第二空降旅攻进了陆军本部 仅存的几个士兵根本无力阻挡 宪兵间独自一人坐在指挥所 向李泰臣做了最后的道别 随后叛军又攻入了国防总部 没想到在地下的安全势力 他们竟然抓到了 刚刚躲在里面的国防部长 此时首尔的军事力量 就只剩下李泰臣的警备司令部 而参谋司长带着人也纷纷跑了过来 他们都想躲在李泰臣身后 这样无论全斗光叛变成功与否 追起则来也与他们无关 看着这群懦弱无能之辈 李泰臣恨得牙根直痒 但他还是决定履行职责 亲自率兵去镇压叛军 然而此时警备司令部的可用兵力 只剩下一百多人 面对数倍以上的叛军 这简直就是以卵基石 为了劝李泰臣改变主意 一旁的副官将枪口对准了他 可李泰臣并没有怕 他坚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身为一个军员 如果连保家卫国都做不到 那也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 副官被李泰臣的精神所打动 两人一起来到练兵场 将所有可用的兵力全部集结 经过一番振奋人心的战前动员 警备司令部包括内务兵 在内的108名战士无意退缩 就这样 李泰臣带领着警备司令部所有兵力 气壮山河的朝叛军总部开了过去 然而此时的拳斗光 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用大喇叭嘲笑李泰臣的不自量力 这么做就是在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泰臣手上还有一张底牌 那就是驻扎在首尔郊外的警备四野炮团 他命令野炮团将炮口对准叛军总 随时等他发布炮击命令 这下叛军们又慌作了一团 全斗光让卢将军赶快想办法去应对 自己则亲自来到阵前拖延时间 他警告李泰臣不要乱来 因为他们所在的三十警备团 位于城市中心 一旦真的开炮 那整片区域必将变成一片火海 到时候无辜的民众 也将遭受难以想象的灾难 但李泰臣根本不听他的谱火 命令野炮团精准锁定目标注定 不能放过一处死角 全斗光听后立马急了 很快炮击命令就进入倒计时阶段 面对誓死如归的李泰臣 全斗光此时也是无计可施 只能等待卢将军那边有奇迹发生 眼看时间就剩下最后二十秒 突然广播里传来国防部长的声音 他命令野炮团停止炮击行动 声称自己已经与全斗光达成协议 会和平解决当下的问题 然而李泰臣却不愿放弃 他请求国防部长不要撤销炮击命令 一旦放虎归山 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没想到国防部长在叛军的胁迫下 竟然直接撤掉了他首都警备司令官的职位 就在此时天空中突然升起无数颗照明弹 所有叛军控制的军队已经全部杀入了首尔 将警备司令部的人员团团包围 随后全斗光还故意将围观的民众们都放进来 逼着李泰臣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这时野炮团团长打来电话 就这样李泰臣失去了唯一翻盘的机会 他知道大事已去 让副官带着警备司令部的人员撤离这里 而自己则朝着叛军的方向冲了上去 他艰难地跨过一层又一层障碍 最终来到了全斗光面前 两个人站在原地相互对望 在李泰臣心里 他永远都不会臣服眼前这个无耻的混蛋 随后他被人逮捕带离了现场 等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叛军们开始喝酒庆祝这场伟大的生命 全斗光独自来到厕所 他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 扶着墙面开始狂笑不止 而此时的李泰臣被关进了牢房 同样是首幅墙面 两个人的结局却截然不同 之后在全斗光等人的集体威逼下 崔总统最终还是不得已签下了那份逮捕令 可当全斗光准备拿走文件时 没想到崔总统却突然一把瞒住 他在签名的下方附上了日期和时间 而正是这短短一行数字 为这段黑暗的历史增添了强有力的注脚 双十二政变结束后 郑总长和李泰臣等人全部被关进了监狱 全斗光彻底掌控了国家军事大权 次年8月崔总统被迫宣布辞职 全斗光正式当选为韩国总统 开启了以军事独裁统治下的第五共和国时代 而作为他的亲密战友 卢太监在四年后也当选为韩国第十三届总统 直至1995年12月 两人因涉嫌参与叛乱和收受贿赂罪 被韩国检方逮捕并起诉 由于实际逮捕郑总长的行动发生在12月12日 而崔总统的签字下却写着12月13日5点10分 两个时间上的差异成为了审判全卢二人的关键证据 也正是由于逮捕令上这个附加的日期 使得双十二事件被认定为军事叛变 从而彻底揭露了以全斗光为首的阴谋家们的真正面目 好了我是利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